美国大选未决未经官方认证的拜登一方 就已经发出所谓的内阁人选名单 人们不禁怀疑这些欧巴马时期的政府官员 如何实现拜登新政呢 国务卿提名人布林肯是欧巴马时期的副国务卿 并作为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安顾问 其名字出现在今年联邦参议院 对拜登儿子韩特及其家族 与外国不当交易的调查报告中 在韩特担任董事会成员的乌克兰布里斯马能源公司 受到腐败调查时 韩特曾向布林肯求助并得到其帮助 另外布林肯在今年4月的一个网络研讨会上 批评川普对中共的强硬政策 希望与中共发展更好的关系 国安顾问提名人苏利文是欧巴马时期的前国务院官员 也是希拉蕊担任国务卿时 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国家机密资料的 电邮门丑闻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已经被证实不存在的川普通俄门事件中 苏利文在众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承认 他向媒体兜售了相关资料 国土安全部长提名人马约卡斯 曾任欧巴马时期的国土安全部副部长及移民局局长 他曾被15名移民局内部吹哨人举报 帮助与民主党相关的外国投资人解决1比5签证问题 另外欧巴马时期的国务卿凯瑞 被提名为总统气候变化特别顾问 凯瑞的妻子海因茨与韩特拜登合作的投资公司 从中共获得15亿美元的投资资金 自认为是当选总统的拜登日前表示 在他头100天执政期中 将首先寻求为1100万非法移民解决美国公民身份 改变川普政府有关气候变化相关的行政令 并给其他地方政府发放补贴等 却没有提及经济复苏及就业问题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